虽然林向威以为人妻 不过无独有偶 她连续几部剧 都有被求婚的场面 这晚威威和徐荣 赵希洛等为新剧妻公主开工 威威又再次被求婚 而且这次的求婚戒指还很特别 这是徐荣折给我的 对 是求婚戒指 对 很漂亮啊 对 我发现我每一个戏都要结婚 真的 好像是耶 我现在说一下 因为刚才他们又求婚 我说我最近连着几部戏 好像都是有求婚 对 那叫桃花旺啊 没想到我走桃花树的时候 许悦是在戏里面那么多的桃花 这次被求婚 有打多少分啊 这个感动的指数 很感动啊 那在戏里面也很感动啊 为什么觉得这个很感动啊 对 我觉得这个好漂亮 就我刚才看 如果是战时戒指可能没那么的感动 交戒指啊 大佬 见到赵希洛一身九宝造型就知道他这次的角色比较特别 尤其是不必再演疯婆子的角色了 刚才先看着这个角色蛮厉害的 不是啊 第一天很厉害耶 不是啊 第一天就碰了地下了 没有他可以转几次再可能转四次第五次飞出去 对 OK的 你其实OK的 他现在很安全因为他转的杯子都不会烂的 嗯 数量 不要掉地下只是不会烂的 不会烂的 不会烂的 对 因为用了教做的 对对对对 对对对 我觉得很厉害耶 这个 我会转笔 我不会转杯子 他为了这次的拍摄特意去学的 三位之前都有合作过 对吧 对 对 我们之前拍过神圣锥姬 神圣锥姬 神圣锥姬 就合作过 这一次又可以合作 还有我们这一次合作角色上的关系更加密切 对 所以就更加开心 拍剧经常要熬夜 收工的时候可以见到日出也很平常 不过三位似乎很懂得苦中作乐 我们一般都到早上 就越晚越兴奋 真的时间都对 因为我们现在是开公司早 就是晚上的比较早 收工时也是早 早上的早 早上的早 所以其实每天放工的时候都可以见到日出 你可以见到抱抱起来的 对啊 今天早餐 他吃早餐的时候 我刚刚回到家 跟他吃吗 他问我 你昨天晚上在哪里睡觉 要怎么解释 对 我没有解释 我说没睡啊 他说你不是在车上睡吗 这样说 车上做什么 我想他应该想不到你想那一些 早两天呢 520的时候呢 都是三位一起带过的 好浪漫 我第二天 520的下午 才发现他发了一张照片在社交网上 是有我的 但我不知道 因为他说这样很美吗 我不是说 我就在闭目养神中 然后就我也不知道 可能就睡着 因为都踩了几天的通宵 对啊 但怎么拍都拍得你很美啊 对 你知道我已经特登放一个比较low angle的 想拍的他比较 你知道我看完之后我就心想还好没有流口水 OK 感谢观看